大家好,大家等了很久的二集终于上载到YouTube的频道 相信大家真的等了很久很久 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在揣测 会不会是姜濤想配合Edan的一表人才新歌发布 所以才令到推出那么迟 我觉得大家都是不需要作互乱的估计 我想是很享受这个第二集就已经可以了 就算是真的,我觉得更加突然了姜濤的好 为了帮队友的影片提升她的点击率 作出这个协调 虽然会令到一众的粉丝苦苦地等待 不过我相信粉丝们是绝对会明白的 看过这一集之后,我觉得姜濤在她的演艺生涯里面 实在是面对很大很大很大的压力 就连因为体力不知之下暈倒 她最后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身体的情况 而是很忧心外界,会对花姐和ViuTV 会不会作出一些批评 你可以看到她真的承受着非一般的压力 一种是不应该属于22岁的年轻人所要承受的压力 我也尝试切身处地地代入姜濤的角色 看看她承受的究竟是什么压力 她在影本中说到 在获得戚争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之后 压力大增了 也不难理解,得奖之后 外界对她的关注度也会增多 暂美和批评的声音就像潮水般涌入来 一位年仅22岁的年轻人 试问又怎能够承受得主呢 第二,随着她得奖之后 姜濤更加觉得 是很不希望欺欠了广大粉丝对她的爱 对自己的要求就变得更加高 精益求精是好的 但是在商业广告拍摄 彩排演出等等接种而来的情况下 心里希望将事情做好 但是却很难去挤出一些时间和空间去做 我想这种内心的冲突和交接是不容易去处理的 第三,和在11位队友的相处之中 既要建立信任和默契 又要一起应付外界对他们的猜度和恶意的攻击 她在媒体宣传的时候 经常将自己放在不起眼的位置 目的就是希望媒体能够更加关注另外的11位队员 让他们得到更加多的曝光率 但是媒体又会批评她不喜欢去展现自己 不明白姜濤的苦心 一位艺人要在短时间里处理这么多事情 一种难以疏离的种种情绪 那种处境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难以明白和理解 但很幸好在影片的尾段 她提到她最大的支持就是11位队友的支援 以及广大粉丝对她的爱 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心姜濤 都希望大家能够给她多一点的体谅 令到她在演艺的路上能够继续走下去 我们都密切期待着她的第三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再见